那么接下来咱们进行的是 预选赛的单挑环节 我们对每位运动员进行了综合的能力测试 那我们介绍一下体测的成绩的前四名 吉林队 贵州队并列第一 顾玉通他持力特别强 敏捷和力量双旺 而且海外队这里也有一位双冠王 十分二十秒闭目单足站立 速记圆周绿小数点后一百一十五位的 平衡于记忆力体测双冠王尹浩宇 他记得一百一十五位吧 教练 我不信 我不觉得有人能记得一百一十五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 五三五 五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三三三三三 继续吗 好 可以了可以了 首先先选择挑战采外队的你们站在前面来 你们都不敢啊 哎呦怎么这么怂啊 怎么这么怂啊 台外队跑得很厉害 女生也跑得很厉害 不跟他们碰 因为挑战性那么高的队伍很难进入到决赛 要不山东队 你说谁 山东队吧我觉得可以了 我们就喜欢看这个强者之间的对决 不不不不不 你们随便挑战就得了 我觉得比赛 你比赛的时候 你跟朋友比赛是最好玩的 他也是我哥哥对吧 所以我想跟他比赛 刘雨的组 可以 来 并没有太多紧张 因为我就去找网上 我就看别人怎么提速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就行了 安徽挑战海外啊